哈喽小伙伴们的大家好 我是从来不是水平 又是水平又是水平 在昨天 在一号荣耀送点上 我才没有把原本二号该发的视频 拖到今天呢 没有 那一天官方一下子放出了好几部CG 你们看这个新英雄 真帅 这就是我今天也给大家说的一个神秘人 好家伙 视频一直拖到现在 新英雄早就上体验服了 哎 行吗 那既然神秘人不神秘了 咱就直接说一下一个吧 在玄庸危机完整CG周 迎正梦境中遇到的最终暴 死人脚步沾地 一登场就复杂招 看来是有备二人 年轻人不讲武德 这人到底是谁呢 我也不知道 你们知道吗 我觉得你们也不知道 那时刻呢 果然是知道 反正你们知道 不然怎么叫神秘人呢 不过有小伙伴说可能是帝君 那帝君又是何方神圣呢 在王者大世纪中 他有这么一段 女娃回忆起自己母亲的毁灭 但又重蹈覆车 所以想要终止日子讨工程 却被一个名叫帝君的人反对 而帝君想要统治大陆 必须夺到方舟核心 之后帝君发动叛变 神明之战爆发 最终帝君战败 女娃用残存之力 封印了方舟核心 三千年后 被后世称为惰世之神的帝君 一时再次出现 在出现后 帝君是无法移动的意识形态 他培养了一批自己的势力 企图乍干王者先救 直至统治宇宙 而帝君想要恢复人生 则需要方舟核心的脸 所以帝君派自己的首要 马克波罗前往长安 这就是永远的长安城CG 巨型的由来 综上所述 大家觉得 在玄庸CG中出现的神秘人 是不是帝君呢 而第三个神秘人 是在长安赛年的预告CG中 这人不得了 原看是样子 静看是狼狈 迷母串点 不过那是姬汉皮肤的 就这男的 他会是谁呢 别急有线索 在武则天背景故事中 曾提及一位名叫李静的大神 从描述来看 这位李静和敌人结是属于同时期的 那这位李静在朝廷里面 是做什么的呢 在现实世界中 李静是一位军事家 王者世界中对其没有过多奇迹 而后在峡谷一文的神秘关卡中 曾多次提及一位 司空大人 这又是谁呢 司空是一个姓氏 但也可以是一个官职 那么这个所谓司空大人 是姓司空还是职位是司空呢 如果职位是司空 那有没有可能和李静是一个人呢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以上其实都不是重点 接下来我要说的是 大家都忽略掉的题 仔细看 长安赛年预告中 敌人结追逐的目标 就是今天我们说的第四位神秘人 此人挺神秘 乍一看 还以为是公孙黎呢 嘿嘿 仔细一看 哎呦 也是个脚不沾弟弟 头上有两只脚 也可能是耳朵 黑色的长发 身后一条飘带 或者裤子 垫上环绕一圈飘带 移动的手和双脚冰龙 一般这种姿势都是个大佬 弟兄们 你们觉得这回是哪路神仙呢 好吧 在经过本包一本正经瞎分析后 你对哪位神秘人最感兴趣呢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一波 关掉视频之前 记得留下你的赞和硬币 不然